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南瓜是餐桌上很常见的食物,做法也非常多样, 而且南瓜中的营养元素也很高。 南瓜润肠通便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更是不少老人每天的必备。 而且南瓜中所含有的硬脂酸, 对中风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老人经常使用南瓜的话, 可以控制体内的胰道素水平, 防止高血压、高血糖的生成。 而且南瓜对于女性来说也是美容良品, 因为南瓜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 可以提高身体内的造血水平, 让肤色看起来更加的红润有光泽。 再加上南瓜子中也有着很多的微量元素, 有增强体质,护肤养生的效果。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南瓜和它一起煮,皱纹变淡了。 而且有效地降低脑足中发病率, 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哦。 南瓜不仅营养价值高, 而且价格也便宜。 南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 能够有效地改善便秘。 而且南瓜中有丰富的铁元素, 能够有效地补充铁元素。 经常吃能够有效地保护皮肤。 南瓜中含有的膳食纤维, 食用后有利于刺激肠胃乳动, 促使粪便地排出, 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哦。 此外, 南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C 以及矿物质, 能够有效地利于心血管健康, 富含甲盐, 能够有效地降低脑足中发病率, 对健康有很好的帮助。 此外, 经常吃南瓜还可以帮助排毒养盐, 这是因为南瓜中有丰富的果胶, 而且这些果胶可以吸附在人体里面 有害的这些维生物, 以及一些其他的重金属, 这样可以帮助人体里面的毒素 顺利地排出体外, 达到帮助人体解毒的目的。 除此之外, 南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以及氨基酸这些营养价值, 对皮肤的保护都有特别的效果哦。 南瓜所含的果胶还可以保护胃胶到粘膜, 免受粗糙食品的刺激, 促进困疡愈合, 适合胃病患者。 南瓜所含成分能促进胆汁分泌, 加强肠胃蠕动, 帮助食物消化哦。 今天就要为大家带来南瓜汤的做法, 而且南瓜汤要加多一种食材, 食疗功效会倍增哦。 南瓜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的另外一个材料, 就是红豆。 红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并且红豆的外皮还含有灶脚干。 这种物质有很强的利尿作用, 可以帮助因肾脏功能衰退所导致的 脸部、脚部、腿部的负重。 红豆中富含丰富的甲元素, 能够起到维护心肌的功能。 红豆中的粗纤维有助降血脂、 降血压,改善心脏活动的功效。 新火锅网引起的头晕、烦躁, 口窗也可以使用红豆改善。 红豆含有的铁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有增强体力、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功效。 红豆含有丰富的B组维生素和铁质, 还含有脂肪、糖类、钙、蛋白质、磷、尼克酸等成分, 具有清热利尿、去湿排毒的作用。 我们将红豆先将它浸泡一夜。 将准备好的红豆加入锅中, 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 开大火让它烧开, 一直熬煮20分钟哦。 熬煮20分钟后, 我们即可加入我们的南瓜。 因为南瓜煮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如果和红豆一起放的话, 南瓜煮太久会煮得太烂。 如果大家喜欢吃烂一点的口感, 可以提前放入南瓜哦。 将它熬煮15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南瓜红豆汤营养十分丰富, 对身体好处多。 可以调节好肺部, 从而调理好肺部, 防止再次咳嗽, 让口气变得清新起来, 还能补气血, 增强抵抗力, 促进血液循环, 刺激卵巢分泌磁激素, 有助于消除体内的毒素垃圾, 保护子宫, 让女人更加年轻美丽哦。 而且红豆是非常适合女性的食物, 具有消肿力尿, 以及补血强心的功效, 经常服用还能够令肌肤 以及身体越来越年轻, 同时身体的抵抗力 也会越来越强哦。 熬煮十分钟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冰糖, 让它再熬煮多五分钟就可以了。 五分钟后, 我们即可关火, 美味的南瓜红豆汤就做好了, 我们将它盛入碗中就可以食用了。 就这样, 我们的南瓜红豆汤就做好了, 香香甜甜的味道非常好喝。 大家一定要多喝这款南瓜红豆汤, 对身体极腰好处哦。 南瓜不能和它们一起吃。 南瓜加菠菜 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分解酶, 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 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南瓜加红薯 结属抑制器食物, 如果不肘熟便食用, 会引起腹胀。 若二者同时, 更会导致肠胃气胀, 腹痛, 吐酸水等。 南瓜加羊肉 这两种食物都是热性质物, 一起吃可能会导致腹胀, 便秘等等一些疾病。 患感染性疾病和发热症状者不宜食用, 以防病情恶化。 南瓜加醋 醋酸会破坏南瓜中的营养元素, 降低营养价值。 南瓜加黛鱼 黛鱼富含优质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维生素A, 维生素D等, 有补虚, 养肝, 促进乳质生成等作用。 但与南瓜同时会对身体不利。 南瓜加红枣, 红枣富含维生素C, 会干性温, 多时亦消化不良。 而南瓜性温, 二者同时, 不仅维生素C会被破坏, 还会加重消化不良等症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